哈喽大家好我是洪剑 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就来做读评论 感觉这个系列好像孤了好久啊 仿佛昨天才刚刚更新第二集一样 今天就更新第三集了 我真是臭不要脸 那行吧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今天的评论 第一条洪剑说话没表情 洪剑加油 争取以后露脸不面摊 话说洪剑你怎么做到声音如此有感情 脸上却面无表情的 问号感叹好 战术面摊 我面摊嘛好像是有点啊 关于面摊没有表情这个事情 怎么说呢 大家都知道啊表情是随着心情波动的 但是我好像从小到大的话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啊 可能是恐怖游戏玩多的原因 导致我的心情基本上处于水平状态 很少说有特别高兴特别难过 或者说需要有心情波动 然后来带动我的表情 也就是说我的心情没有波动的情况下 我是没有什么表情的嘛 对不对 这个很能理解的嘛 但是如何让我有心情波动呢 我也不知道 我发现我心情波动的特别少 估计可能真的就是因为恐怖游戏玩多了 已经内心毫无波澜 对不对 估计就是个原因 我大概猜的话也是这样 如果说有观众知道 如何学习让脸上的表情变得丰富的话呢 可以私信告诉我 或者说把这个教程发给我 我可以去学一下 能不能模仿一下这个表情 虽然说我平常说话脸上没有表情 但是模仿表情 我还是在行的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表情是 首先是微笑 然后双手 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精髓就是 他又放屁 对 对不对 是不是感觉百分百一致 那么红健有男朋友吗 狗狗滑稽吃瓜 红健你没有女朋友 那你有没有男朋友滑稽滑稽滑稽 快来顶我 嗯 这位观众 这位同学 我怀疑你在搞颜色 但是我没有证据 红健有男朋友吗 滑稽送我上去送我上去 你已经在上面了 关于我有没有男朋友这个事情 没有 你看我像是需要男朋友的人吗 你看我像是有男朋友的人吗 我根本就不需要男朋友呀 对不对 我需要女朋友吗 当然有可能需要 怎么这个话题越说越奇怪了 下一条 其实我以为这个熊猫是麦克风 关于这个熊猫的问题 它不是麦克风 我现在还没有给这只熊猫起名字 但是呢 这个熊猫摸起来手感特别的好 我特别喜欢这只熊猫 所以的话呢 它每天都会放在我的床上 作为一个陪我睡觉的玩偶 红哥你这个头像哪里找的 哎 这位观众 我这个头像不是找的 是有版权的好吗 这个头像的话呢 是我找画师画的 所以的话呢 它不是在网上 你们随便百度搜索啊 或者说哪里搜索啊 随便找出来的一个表情 一个头像 它就是找画师画出来的头像 红健 你那个熊猫是纯步机械电动 还是采用了什么生物技术 为什么我看着那个每次 怎么有点 读不顺 为什么我看着那个每次看到 每次看那个熊猫都很诡异 狗狗狗狗狗狗 那是表弟 不不不不 这个熊猫不是表弟 它也没有这么复杂的这些技术啊 它只是一个量子熊猫啊 当然它跟表弟不一样 表弟绝对没有这只熊猫可爱啊 对吧 你们要认清这一点 但是这个熊猫 我真的跟你们说 软起来特别的舒服 特别喜欢摸这只熊猫啊 有手感 你们知道吗 这个手感是非常特别的 红剑剑不满你说 我喜欢上了你 肩上的熊猫 你怎么知道我这期视频 熊猫一定会放在肩上呢 我现在不就抱着吗 那行吧 满足你 它现在是我肩上的熊猫了 大家注意到红剑的衣服吗 感觉少女心抱疼 这个衣服吗 这个衣服好像跟我上一期穿的是同一件 我不记得了 但是这个衣服的话呢 它是平台送的 而且的话呢 我觉得穿上去好像也没有违和感 我就觉得 我觉得做的还不错呀 难道你们不觉得我穿这个衣服 还能看吗 不觉得吗 觉得赶紧打帅 帅一个字就行 红剑你打算什么时候找女朋友滑稽滑稽 有可能是明天 有可能是后天 有可能是下一周 有可能是下个月 也有可能是明年 这个东西看缘分的好吧 看缘分的啊 小剑剑你自恋吗 是不是只自恋不恋爱 如果要恋爱的话 不能穿女生的衣服 我为什么恋爱的时候要穿女生的衣服 我又不去聊男孩子 对吧 我恋爱的话 我找的是女孩子 不是男孩子 我没必要穿着女孩子的衣服 来去吸引一个女孩子 这几乎没有用 还有就是关于我自不自恋这个问题 我也不知道我自不自恋 我觉得我挺自信的 或者挺自卑的 但是如果说观众朋友们 你们要是有这个测自己自不自恋的题目 或者说办法的话呢 可以私信告诉我 我说不定会做一些视频 来测试一下我到底自不自恋 红剑你住哪里啊 我住在上海浦东新区 红剑你歧视同性恋吗 我不歧视同性恋 但是如果说有同性恋要找我的话呢 我会给他发好人卡 因为我不是同性恋 红剑你为什么没有女朋友 长得丑 声音不好听 性格不好 还直男 还钢铁直男 还直男癌 红剑请问您的头像 为什么要做成一件爆头的人 问号问号问号 狗狗滑击 难道是想表到 表现到自己的生命力很顽强 问号问号问号 狗狗 不是啊 其实我这个头像没有这么复杂的 对不对 并没有说什么要表现什么东西 这个头像上面这只剑 只是我的法器而已 那这个法器呢 它是能跟我的头融为一体的 也就是说 它可以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也可以是我的一把武器 而且的话呢 这只剑能毁灭世界 我怎么感觉我突然中二起来了 红剑你对毒奶有什么看法 我曾经相信科学 直到我遇到了黄大仙 感觉科学就不复存在了 但是还好 我的思维比较严谨 我最后相信了毒奶也是一种科学 求红剑的所有电脑配件 我的电脑配件的话呢 我会把它放在视频的这里 这里 这里 你们看到了吗 看到了 别忘记做笔记哦 红剑你比较崇拜哪些up主 我跟你们说 我一共就崇拜过一个up主 这个up主它特别的厉害 它会做游戏视频 会做各种各样的 其他乱七八糟的视频 这个up主叫做红剑红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 我也推荐你们去关注一下这个up主 真的 他的视频超级棒 别忘记去关注啊 别忘记啊 每个视频都给他三连 这个人 不三连不更新的 你们知道吗 非常的过分 别忘记去关注这个up主 给他三连啊 非常同意 长相和声音无关 比如 碧罗殿下 你怎么能拿我跟碧罗殿下比呢 我跟碧罗殿下是一个level的吗 我是血肉之躯 人家是坦克 如此甜美 声音甜美 长相甜美的坦克 我就一个血肉之躯 要是跟他比 我岂不是给他轰成碎片了 灰飞烟灭了 你们的up主还存在吗 红剑红就没了 所以不要拿我去跟这个 不是一个level的up主比 尤其是像这种 瞧碧罗殿下 红剑你近视为什么不戴眼镜 我的话呢 是右眼是4.8 4.9的近视 然后左眼的话呢 是5.2 5.3 也就是说 即便我不戴眼镜 我也能看得清东西 那我就没有必要再去 戴一副眼镜了嘛 而且我现在已经成年了 视力基本上已经定型了 也就是说 我戴这个眼镜 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红剑一按追身 更新出DLC章节了 红剑剑一按追身 更新了个新模式 你能不能去录一下 红剑一按追身 出了一个新版本 中原节篇 关于一按追身新版本 为什么我没有录 我这边大概就说一下吧 我其实已经去玩过这个游戏了 但是我发现 新版本的一按追身 可能是太简单了 导致我一个45分钟的一个剧情 我看到30多分钟 我就已经把答案解出来了 我还没怎么玩 还没怎么推理 这怎么能展现我的才华呢 红剑你属什么动物 你是什么星座 我是射手座 然后我属兔子 也就是说我是 我有点自相矛盾 我自己射自己 兔子也是一种猎物嘛 射手座 射兔子 我自己射自己 怎么感觉我在搞颜色 不不不不 那个我刚刚什么都没说啊 红剑长相为什么和我想的不一样 这个观众我给你来一个理性的分析 是这样的 就是你想象的一个人 那就是想象一个人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全世界有六七十亿人口 也就是说你想象到一个人 并且要跟现实中的一个人匹配的概率 大概是六十分之一 甚至七十分之一 甚至百亿分之一 千亿分之一 你想象这么小的概率 你能想象到我 跟我现实中长的一样 是不是感觉概率非常非常的低呢 开头日常水视频 我没有水视频 我是在给你们提供鬼畜素材 为了早日成为鬼畜素材区一哥 我得大量的给你们提供素材 让你们有的减 对不对 红剑你的鬼畜素材 我收到了滑稽 为什么第一期读评论的封面 你的表情这么奇怪 我刚看到时水都喷出来了 滑稽 这位观众我怀疑你也在搞颜色 什么叫水都喷出来了 你在喝水吗 还是说你 当时看我这个封面的时候 在看一些什么其他东西 然后就都喷出来了 红剑你那么多外国主播大大 都是哪里认识的呀 在一个不存在的网站上 红剑你对粉丝有啥想说的 微笑微笑 这个我得酝酿一下 毕竟我对粉丝想说的话 这么多 非常非常多 这个屏幕都显示不完 那我就长话短说吧 直接列重点行吧 首先我是一个练习时长两年半的UP主 非常感谢所有的粉丝不离不弃 一直支持和关注 从来没有取关 取关了也关注回来的也非常感谢 没有关注的刚刚点了关注也非常感谢 我一定会努力 争取早日成为 鬼畜素材区一哥 哦对了 还有最后一句话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记 三连加关注 不要忘记留下你的评论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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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